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有显露过身手 我心里多少有点没底 但这家伙胆子大 应该是真的 缺心哑了吗 客栏 还敢干卖命的事呢 给谁卖命 比如说给我 我可以给太子丹卖命 我心里凉 我跟太子丹没法比啊 太子丹想当年怎么对京客的 二傻有一次听清音乐 见弹琴的女孩手很白 就说了句 手不错啊 太子丹那小子居然就把人家女孩子的手剁下来 装在盒子里送给二傻 那我是怎么对二傻的呀 为了几块电池钱 老把人家训得跟三孙子似的 我能为他卖命 更别说为你了 这次我眼睛是真的湿了 从今以后 金科就是我亲兄弟 我们来到了逆时光门口的时候 见很多穿着跨栏背心的后生 在门口抽烟 有很多背上还闻着带鱼 有的嘎吱窝里边夹着 用衣服包着的长条物 金科 这就是冲咱们来的 怕吗 嗯 为什么收音机没声音了 诶 这里没信号吗 我随即意识到 二傻可能根本就没有恐惧神经 那帮马仔里走出一个人 盯着我直看 我看他也眼熟 一个名字就要脱口而出的时候 他已经先发制人了 你不是强子吗 记得我吗 哼 你不是白猪吗 咱们可是大小啊 自从搬家以后 怎么一直没见着你啊 别叫小名 叫我银猪就行 啊 你干什么呢 这边打工呢 你呢 瞎混呗 今儿就遇了个好活儿 有人出五十块钱 让这站着 嗯 还给了条烟呢 拿两盆出去 不不 不用了 拿着拿着 不让漏呆 谢了 那你忙着 一会请你喝酒 我上了酒吧二楼 见七八个岁数都不小的男人 围着桌子坐了一圈 衣服要正经谈事的样子 最可乐的是 几乎每个人背后都站着俩 穿着皱巴巴的黑漆服 把手捂在裆上 还戴着墨镜 我本来不想破坏 他们努力营造出来的庄严性 但实在憋不住下 于是就把那两盏红盒 往桌子上一扔 都坐吧 别冒充黑色坏了 你你你 穿西装 别穿花衬衫啊 既然强哥让你们坐 你们就坐吧 坐吧 坐吧 我拉下那张 为我准备的椅子 坐了进去 荆轲自己去搬了把凳子 发现插不进来 他拍了拍我身后的那人的头顶说 你不能往那边点 那人怒视荆轲 荆轲却很平静地看着他 一点也瞧不出喜怒来 而且二傻一个眼珠子 在看他的同时 另一个眼珠子 还能在眼眶里边悠闲地转 这个人终于被钉毛了 搬着椅子 使劲地往那边考了考 二傻坐了下来 开始举着半导体 画在圈子找信号 各位 把小强叫来 什么事啊 是你 把我们的人打了 咱怎么能好好说话 就装着帮着有意思 那几个混混是我打的 跑到我学校里边招生去了 还不打你们 你们要是要钱 可以给你们点 什么 二百 够不够 啊 话说前的 这是我作为个人 赔给你们的医药费 可不代表校方 我还没跟你们算打坏我们老师眼镜的钱 这事就这么了了 大家有意见吗 老大呀 今儿个算是碰上真流氓了 小经理好像经营着一家当铺是吗 臭老爷子 你是不是要说烧我全家啊 我没说 可是你 也不怕半夜有人撒你们家玻璃 各位老大 你们喊 你们就把我小强当个屁给放了吧 那三百个学生都是孤儿 去我那上学一个子也没抛 我要说瞎话 让我生儿子不姓肖 你说的这个我们也听说了 而且也查了 目前好像看是真的 所以 我们今天找你来 不是跟你要学生 也不是敲诈你的 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给你送学生的 你想想啊 你既然不收钱就招生 到哪招服是招吗 我们这些人手里头 大概也有一千多个学生 都送给你了 你就笑纳了吧 那你们图什么呀 那回扣嘛 不过也就比原来 能每人多收几百块钱 是不是 因为既然你不收学费 孩子们还是省钱的嘛 咱们不也就是为教育事业 做贡献了嘛 为贫困的学生 再去了福音了嘛 不过我那不是一般人能去的 那你要什么样的 特贵生 特长生 你还想办贵族学校啊 哎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办的什么东西啊 每个楼层就一个厕所 你还想谈贵族学校 你们别吵 荆轲这么一吼 神威淋漓 在场的人都闭了嘴 我听不见广播了 成蒙各位看得起啊 把我小强当盘菜 但我那实在是环境特殊 咱们以后啊 有机会再合作吧 回来 你就这么走了 往这拿两袋猪姜唇生 就算我给各位的赔礼了 磕头 咱们走 哎 这家店门口是什么字啊 逆时光 怎么了 白天那个漂亮姑娘 好像就是约你在 在什么什么时光里面见面 我一看表 正好是十年 这么个功夫 一辆出租车 停在酒吧里 车上下了一个漂亮姑娘 她看见我 冲我礼貌性的笑了笑 付了车费 走过来 跟我握了一下手 校经理真是一个首饰的人呢 请进吧 客奈 白天是这姑娘吗 就是她 白天 她比现在穿得多 胳膊没露出来 她的胳膊真白啊 以后除了肘子 禁止你赞美别人手啊胳膊的 这可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不过这女人 我好像在哪见过 她领着我又上了一楼 一路上的服务生见了她 都急忙问好 这么一来 我想起她是谁了 确实见过 还是金少妍在的时候 她在一个早上莫名其妙的光临了我的当铺 而当时 我正穿着刘邦的龙袍 她冷眼看了我半天 那种清冷高傲的气质 让人难忘 你喝什么呀 我请客 两答唇生 别丢人了 你喝得完嘛 你别听她的 一单就行啊 这位是 我一个朋友 正是介绍一下 我叫陈可娇 我们已经见过您了 不知道萧经理 可有什么印象 哦 哦 是 真巧 服务员 一瓶薛尼师 加速打水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她口口声声的叫我萧经理 应该是想跟当副做生意 看她言行举止 衣着品位 不像是缺钱的 萧经理 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啊 还行 就是不知道 隔音效果怎么样 啊 这个嘛 装修的时候 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包厢和包厢之间 绝对不会互相干扰 一会儿等隔壁的人走了 我们可以去试试 这时 就听我们隔壁的人 呼啦呼啦的 都出了包厢 站了一走廊 有人跟来结账的服务声 大声喊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啊 不叫几杯茶怎么这么贵啊 啊 什么叫最低消费啊 什么呀 你 你 这这这 这两瓣啤酒 不是有人跟我们结了吗 什么 没结 嘿 姓萧的 这王八小子 嘿 啊 没办法 经常有这样的没素质的人 一会儿啊 我陪萧经理到一楼看看怎么样 一楼 去一楼干什么呢 不需要 都看一看吗 非得去那儿看吗 这样不是能够更好的评价一下我们整个酒吧的经营状况吗 酒吧 对啊 这酒吧 是我开的 我想请您给估个价 陈小姐的这个酒吧要卖 我从没想过要卖 实际上 有人给我开出很高的价钱 我都没答应 那你找我 所以 我才约萧经理 您来了 为的 就是把他给荡出去 真新鲜啊 为什么 你不把他租出去 如果要是租出去 至少主动权还在你手里 但你要是赞给我 那可就是 我在上 你在下 难得 萧经理 快人 快语 租出去 我不是没想过 钱上头 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那些肯租 酒吧的人 几乎都是行内人 他们要干 看中的多半 只是我的场地 那就一定要在人员上 动大手术 这些员工 跟我干了那么多年 我也实在是不忍心 就这样 把他们给抛下 所以 才想到了当铺 我是想把逆时光 做了一件东西 葬给你 在这期间 我 还是他名义上的主人 您呢 只是替我保管 没有权利 破坏他的结构 如果你同意呢 我自然 会让您尝到甜头 甜头 能说了吗 这个酒吧 这个月的盈利 是二十万 这属于酒吧 开业以来 数一数二 惨淡的业绩 主要就是因为 地震的影响 还没有完全过去 如果是过年的前后 这个业绩 还会翻五倍 但我们就按 每月二十万的利润来算 一年是二百四十万 我就按这个价 把逆时光 当给你一年 一年之后 我再用一达二倍的钱 把它给赎回来 这一年里 酒吧所有的利润 都是你的 但是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不要动我的员工 和这里的格局 没想到 他这荡扣的规矩 倒真是挺了解的 虽然荡酒吧的 我还是同一次接触 但要真是他所说的那样 这个价格 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当然了 我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你可以用各种办法查证 不过要快 说什么定了吗 明天请陈小姐 带上相关的手续 去我那里 咱们把合同签了 哦 我说的 肖经理都信了 干杯 我这个爽啊 以后刘老六 再送来人直接来这儿 然后再看看 把谁派到这儿来 去替我接待 那些穿越来的客户 这个孔当 当然得从梁山 那帮好汉身上找 行了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这间酒吧的 幕后老板了 谢谢你请我喝酒 我告别了陈可娇 领着二傻 走在酒吧的楼梯的时候 心里别提多牛了 这酒吧 有一半是我的了 回去后 我给好老板打电话要钱时 他一听 做成了两百多万的买卖 没有丝毫的惊讶 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可当他再听完整个经过以后 只黑黑了两时 跟我说了两个字 不错 不是 为什么呀 你想想啊 他即使借高利贷 二百四十万一年 又还一百多万的利息吗 可这酒吧我看过了 一个月二十万 绝对不是吹来的 要知道 在平时 我不得不说 啊 你这笔生意做得很漂亮 但是 夏强子 你想过没有啊 啊 现在是什么时期啊 现在可是地震 刚刚过去没几天啊 只要再发生一次 人能感觉到的小地震 那么 酒吧这类场所 基本上就会全军覆没的 到时候别说二十万了 一个月 能有两千块钱的盈利 你做梦都会笑醒的 啊 而你要跟他把这个协议签了 一年以后 二百四十万 那是他铁定的入账的 他是赔了点小钱 从你这买了一个大保险呢 那 那 那不还都是没眼的事呢吗 这属于正常的风险吧 呵呵呵 我今年六十五了 小负责案 不像你们年轻人 我经不起风浪了 我不想把我的棺材本都赔上 强子 别人看我风光无限 可是我这两年 可是一个字都没老着啊 最后这一句可以无视 但老好是铁了心 不做这笔生意了 这说明 可怜的小强 试图的巅峰 只能是 第好几号当铺的牛毛经理了 最主要的 以后多半 还得借上赵大爷的自行车 往五环以外的窑村亲自送人 啊不 我现在倒是有 1955年产的跨斗摩托了 但是 突然间 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做 可是 我真的行了 我真的行了 我真的需要 我真的要补述 我真的要补述 现在小眼光都没了 微风里脸晴晴 目不专心 一副小心 动了心 心在跳海上的微笑 凝望着你眼睛 是真的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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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只为你 我相信 最多心 最多心 最爱 最多心 天的高 我都分得高 如梦幻幻心痴 是不得你 也不愿意 在你 遇到你 终于春风 也许不能 自己 是真的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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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的清晴 为你而不必 最懂事 最懂事 最真 最爱 最深 最懂事 最懂事 神经只为你 我说我愿意 最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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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 最放心 最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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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只为你 我说我愿意 最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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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真 最爱 最懂事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 程寒 编辑 海燕 监制 好味群 刘孝 演播 张杰 爱宝梁 小灯 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